大家周末好,欢迎回到我的投资频道,我是奥斯丁 上期视频我预测这周美股会因为科技巨头的亮眼财报导致股价持续走高 可是没想到周三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公开说话后 美股刹那指数直接就一路暴跌 周五股价依然是持续下跌 所以预测股市的方向真的没有那么容易 最重要的还是做好风险的管理 这就不必担心股市突然的回调 那到底鲍威尔说了什么导致股市看跌呢 科技巨头财报后也撑不起股市吗 最近有网友问我一些股票的问题 所以在视频的后面我也会做出简单的回答 那我话不多说,马上开始今天的视频吧 首先我们来看看大盘为何会下跌 周三是美联储在2021年第一次公开表态 也是对2021年美国的经济复苏提出了他们的看法 所以特别吸引投资者的关注 美联储保持市场接近零利率的政策没有改变 这也是在预料中的事 估计这项政策不会在2021年内有任何的改变 但是美联储依然会持续观察市场的变动 如果市场提早走出阴霾或者通货膨胀达到更高的预期 不排除他们也会提早改变政策 现在拜登政府又想要推出的1.9兆美元纾困案 有可能会加速通货膨胀率 所以这点我们是必须注意的 美联储提高利率的后果有可能导致科技股的回调 这也是为什么我在之前介绍传统股的视频里 有提到要购买银行股的原因 另外鲍威尔提到 现在美国的市场预期表现并不是很理想 美国的失业人数依然保持在高位 对短期内的经济复苏并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 要知道美联储是最知道美国市场未来发展的人 但是鲍威尔在这次的谈话中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 所以市场就因为这些不确定因素下跌 加上最近游戏一战闹得沸沸扬扬的视线 股市泡沫化的恐惧就加速提高了 对于游戏一战我还是要多说两句的 这次事件的开端原因有可能是散户导致的 但是后来真正领导股价走势的是谁 我们还说不清楚 根据彭博社的数据显示 现在美股散户的数量已经是达到前所未有的数目 总共占了投资人数的20% 也就是说现在散户的力量已经不能被金融大二门忽视了 只要市值比较小 流通股比较少的股票都有可能被散户冲击到的 目前白宫小组也已经说明会特别关注游戏一战的事件 事件到底会演变成什么样呢 让我们持续关注下去吧 说完大盘后我们来看看 最近出财报的科技巨头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首先我们看到脸书的财报是双击的 但是股价却连续跌了三天 背后的原因又是为什么呢 其实这次脸书的财报还是很亮眼的 公司的营收、美股收益和月活跃用户量 都有超出预期的表现 可是下跌的原因主要还是因为 公司给出了2021年广告业务的不确定因素将会持续 其中脸书还受到了苹果影视政策的改变 导致他们的主要收入来源面临一定的压力 说到底脸书在这方面还是缺乏了主控权 另外之前Tiktok的崛起也让脸书如临大敌 担心用户量受到影响 Capital Invest的创始人兼脸书的前股东 Kemov最近在批评Robinhood时也说了 用户是脸书的产品 数据是他们的资产 所以脸书最重要的还是要看他们的用户量 跟其他的科技巨头比较 脸书的股价还算是便宜的 但是脸书在长远来看 还是得做出更多的变化 才能持续的保持稳定的成长 接下来苹果在2021年的第一季度财报 也是同样超出预期的表现 这也是公司历史上第一次突破 1000亿美元的单季营收 iPhone依然是苹果的主要收入来源 但是苹果再次没有给出下个季度的指引 市场就解读公司对下个季度的表现是不确定的 这也就跟大盘下跌是一样的道理 现在苹果的股价出现假突破的情况 但是股价还没有跌破126美元的支撑线 所以我们还不需要太担心 市场多位分析师依然保持苹果跑赢大盘的评级 而且作为白马股的苹果 每一次的下跌都是补偿的良机 最后我们要看的是特斯拉 特斯拉的营收金利润都有增长 但是金利润的表现却不如预期 这就是摩托三降价带来的负面影响 但是这问题并不大 这次导致股价下跌的原因是 特斯拉预计2021年的销售量只增加了50% 不如市场预期的100% 主要的原因并不是客户减少了 而是电池供应的不足导致预期减少 但是后来马斯克在电话财报会上 还是给出了一些好消息 包括FSD订阅服务有望在1-2个月内开始收费 还有今年年底计划开始销售Semi卡车和Cybertruck 特斯拉总算是目前唯一一个 给出了2021年指引的公司 因此我们可以期盼 特斯拉在2021年持续给出好消息 自从川普卸任后 马斯克的推文就代替了 其成为股市走向的指标 当然这些都是散户在跟风炒作 周五比特币也是因此被拉高的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股市里的大二门 现在都不敢轻视散户的原因了 我认为各个科技巨头的股价超跌 都是补偿的好机会 因为2020年疫情最严重时 科技巨头们的财报表现依然保持大增 所以2021年我认为他们的表现只会越来越好 说完科技巨头的表现后 我来说说我个人对网友的股票看法吧 首先是Romeo Power股价代号RMO RMO又是一家制造电池的公司 这类的公司在市场上已经有不少了 之前最多人关注的就包括了QuantumScape 股市中除了用数据证明公司的表现之外 还需要一个能够说服投资者的故事 QuantumScape跟Romeo Power一样是制造电池的 但是Romeo的故事跟QuantumScape比较还是差了很多 Romeo没有很大的电池技术突破 来让投资者看多起股价 现在收到电动车炒作的SPAC公司也很多 包括我之前做过的ATCT 也比Romeo来得更稳定一些 ACTC是北美电动车巴士的龙头老大 还有一众拜登的新能源团队代表 作为背后的股东撑腰 所以Romeo要从这么多公司中拖运而出 还是需要技术性的突破 才能让他们冲出云霄 目前股价是走出了头肩顶的形态 看跌是大概率事件 现在电动车的风头已经被游戏一战事件给盖过了 所以股价有可能在短期内会走得比较慢 接下来是我对Naked的看法 NAKD是属于毛股系列的 目前股价飙涨跟基本面是完全无关的 所以我们现在不能以基本面来判断这支股票的走势 Naked现在是受到了游戏一战等一众毛股的影响 所以股价才会迅速攀升 要知道游戏一战是因为被多加做空机构盯上 加上散户和马斯克等一众散户支持者的加持之下 才会有了后来的事情发展 游戏一战的飙涨主要是Short Squeeze和Gamma Squeeze造成的 Naked目前并没有受到类似的待遇 所以股价的攀升也是因为他们是论坛里的其中一个配角罢了 股价在近期还有可能会持续受到Warship Best的影响 有很大的波动 所以要交易Naked的话 还是要特别注意论坛里的动态 现在这些毛股的波动一天是上下50%到100%的 高风险就有高回报 如果承受不了那么大风险的话 我建议还是别碰为妙 否则测验难免又何必呢 美国股市去年遇上美股四次垄断 年幼期货首次出现富有价 2021年1月还没结束 就遇上了散户碾压做空机构 市场的操控手反被韭菜割 韭菜终于微舞一次 但是这种短暂且稀有的事件 并不能成为我们长期投资的指标 我们必须了解背后的逻辑后 才进行适当的操作 疫情后导致美股出现异常的表现 甚至比连续剧还要精彩 现在市场肯定是有泡沫的 但是泡沫什么时候会破 没有人知道 今后还会出现什么奇葩的剧情 也没有人知道 我们能做的就是跟着趋势走 同时也要做好仓位的风险管理 既然都看到这边了 就随手帮我点个赞吧 觉得这期视频有帮助你们的话 也可以分享给身边的朋友 让更多的人看到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边了 我们下次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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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